我會認識總監呢 是妹妹介紹的 那妹妹覺得她很細心 所以推薦給我 那我的部分就是比較困難一點 是因為我有一些風水的考量 所以要把裝潢跟風水結合 又要兼具美感的部分 其實是蠻衝突的 在裝潢的過程呢 我的訴求點是 就是希望家裡面 有一點溫潤的感覺 那因為在外面工作了一整天 會希望回到家 是可以放鬆跟有溫度的 那在這個過程 我最喜歡的是我的那個餐廳區 因為我覺得餐廳區是 家人就是一起相聚 然後用餐聊天的地方 所以會在這個區塊下 比較多功夫 今天這個案子大概是 室內大概20坪的空間 跟屋主這邊討論了一個 風格的時候 他喜歡差跡 但他又不需要太差跡那樣的簡約 所以我們幫他跟他溝通後 跟他幫他融合了一些 北歐跟差跡的一些設計手法 那從這個手法 從玄關這邊帶進來 那因為屋主又有一些風水上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於 開門以後的那個牆壁石材 我們幫他挑選了一個 比較水色系的一些石材 跟線條的石材 然後又幫他做了一個 弧形的導引方向 從玄關一進來 我們順著這個弧線 有一點循雲流水的感覺 讓他導引到我們的公領域空間 進入到我們的公領域空間 我們首先會遇到的一個地方 叫做餐廳 我們在餐廳這個地方 做了一些格柵的一些線條 那為什麼要做這些格柵的線條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利用 餐廳的餐座這個背牆 利用格柵的線條去引領整個空間的 一個視覺感 他是從我們的壁面 延伸到天花板上面 那因為他旁邊的一個另外的空間 是廚房空間 我又不希望是說 讓廚房的這個門 他是很容易顯而易見的 所以我們利用格柵的這個形式 下去引導了整個主視覺 讓從牆壁引導到天花板上面去 相對他另外一道牆的部分 我們就做出了一些 非常足夠的一個收納空間 他整個空間的收納 不要太是一塊一塊一塊 而我會是希望是收納集中在一些地方 因為旁邊有一隻柱子 所以我們就延伸了一個大型的收納量 延伸到電視牆這邊 那延伸過來就是我們的電視牆面 那在電視牆面其實在於 我們收整個空間的角落 其實我們都用了一些弧度的一些概念 去做這個設計 因為屋主他本身 他其實他不喜歡零零交交的東西 盡量有角的地方能做弧度 我們都盡量幫他做弧度 那這樣起來的空間感 甚至到延伸到廊道的天花板 我們可能都是帶一點弧度的一個 半弧的一個角度下去做一個呈現 那再進來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這個空間就是 很舒服很順暢的感覺 他其實他是一個髮型師 所以他其實對於燈光的要求 他非常嚴謹 那更有自己的想法 我們公司其實對於燈光這一塊 也有設立一些研究 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 就採亮了大量的一些燈條 做成間接的一個方式 下去做一個呈現 那我們又搭配了一個叫調光的一個模式 屋主回來的時候 他可以把燈光調暗 那調暗的時候可以跟先生 喝個酒啊 放鬆一下去調整一下心情這樣 那我們延伸到廊道鏡頭 其實就是我們主臥室的門 那主臥室的門片的格柵造型 其實就是延伸了我們 餐廳主牆的格柵造型 那我們又因為這個格柵造型 再延伸到進去它的主臥衣櫃的門片 所以我們都採用了一些格柵 然後但是這些格柵不是很多的格柵 而是我們用一些化繁微簡的一些手法 下去做一些點綴式的一些呈現 那從這些線條性的呈現 我們就延伸到我們的主臥床頭 那因為這邊的主臥室的空間 又因為風水上的關係 所以他在於色調上 他必須選一些藍綠色系的一些顏色 然後跟需要一些玫瑰金金色的一些元素進去 我們就利用了線條性的走法 跟顏色 藍綠色的搭配 然後再加上床頭的吊燈 我們選了一個玫瑰金的顏色 下去幫它整個空間下去做一個風格上的整合 從客廳跟主臥室整體設計起來 我覺得都蠻符合業主的氣質跟吊線 也屬於他們一家的幸福空間 我最感謝就是河西設計團隊裡面的部分 就是我要求細節 然後也是屬於比較囉嗦的人 那他們就是有求必應 那在很多細節都可以幫我做到我的需求 那也謝謝他讓我們住進來之後 就是家裡的成員都非常滿意也很 謝謝他們 謝謝這位 我來講啦 謝謝你們 謝謝你 謝謝你們